酱料做好之后就可以来做成品了 这是把红油过敏掉的香辣酱 这是香辣酱里面过滤出来的香辣红油 海鲜酱油汁 蒜蓉酱 后面的是小料 小米辣 完整视频教程联系 微信703655419 香菜 首先来处理虾 虾呢 要从背部这里把它切开 切开之后去虾馅 然后要把它清洗干净 切开的还有一个目的呢 就是方便它入味 把虾馅去掉 下面去清洗鸡焯水 下面来跟虾焯水 把虾倒进来 倒入清水 开火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关火 把它盛出来 然后再去冲洗干净 完整视频教程联系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这个生意的过程当中 它是个项链的时候 不可能每一道菜都去撑凉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以这个勺子为单位的 比如说一勺两勺 这个勺子的规格在文字字内里详细的说明 以后我们买一道出品里面说的几勺几勺的 都是要用这个勺子为基准 杏子盒的规格大小在文字字内同样的有说明的 我们来做西子大虾 首先 这个杏子盒底下垫上一层瓦瓦菜 再放上虾 虾的多少呢 主要根据你的售价 如果卖的贵一点呢 就可以多放一点虾 卖的便宜的就少放一点 再放上酱量 海鲜 海鲜酱油汁 一勺 这些所谓都可以做两个口味 一个香辣口味 一个蒜蓉口味 我们这个做一个香辣口味的 香辣酱 拌匀一下 一勺 香辣红油 一勺 清水 三勺 盖上盖子 盖上盖子 也可以在电池炉上烤 今天为了拍摄方便呢 我们就在这个燃气上上烤 它们的烤法都是一样的 开火 上烤之后四分钟就可以了 好 可以了 关好 最后放上两到三样小料 葱花 香菜 西纸大虾就做好了